下午三点 记者跟随反爬民警在小偷的据点外守候 民警驾驶三辆车前后交替跟踪 一路飞飙后在米航七宝 车上下来三个人 晚上六点多 这三人在普陀区长峰公园附近 贴上了一名黄衣女子 民警上前询问 黄衣女子才发现自己的包被拉开 钱包果然没了 据统计 从今年1月1号到3月20号 全市共破获爬窃拎包案件2440起 同比去年翻倍 抓获犯罪嫌疑人1086人 其中团伙100一个 经常看到了一个小孩 在趁摊主不注意的时候 进入了摊位内 现在正在要实施盗窃 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短 只有几秒钟 小孩已经偷好了 他偷好以后 喷一下自己的母亲 就是意识 已经是行献成功了 在他生活有多贴考的动作 持续的时间 仅仅只有5秒 然后他离开了 那么我们的判断 他做完应该已经得手了 根据全市各区反爬民警的经验汇总 警方已经初步汇救了一张全市反爬地图 这些红色区域都是反爬民警重点监控的 目前发案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商圈 急冒市场 医院等等这些场所 从时间上来一般集中在 比如说我们车站的 一般集中在早晚高峰 商圈主要集中在周末 医院主要集中在我们一些排队的场所 东方卫视记者施政上海报道